有请张亮颖 哈喽 欢迎亮颖 来 我们先来拍照吧 这里好了 来 我们先看中间 先看中间 左边 右边 回到中间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来 我们聊聊天 好 好听 刚才正好我们在休息的一个阶段听到那一段 刚刚我下台的时候我还在遗憾 其实我昨天排练的时候中间有一些地方我的设计是不一样的 今天没有完全按想好的设计 今天没有完全按想好的设计 我会觉得那个感觉特别不一样 所以这次的歌有完整的重新编曲 有很多都蛮不一样的 很会玩 因为你知道就是其实作为歌手 因为现在唱OST 是一个还蛮主流的一件事情 然后很多歌手其实他会做一个比较有意识的区分 就是我唱OST的时候他就是OST 我唱自己的作品的时候他就是我自己的作品 但是如果你愿意把自己的作品跟OST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融合 算是一种态度的呈现吗 没有 其实两个都是OST 没有 就是怎么讲 就是因为现在大多数的特别是内地原创乐团的歌手发歌 都是以OST为主 是OST会比较大 是会比较多 但是我现在没有按风格去区分音乐 因为我觉得现在其实在榜单上面 大家日常会听到的很多音乐已经不是说它纯粹是某一种风格 它要非常多的混搭 不仅是国内的榜单 包括国外的榜单 它都非常多的元素 其实也取决于现在年轻的音乐人 他们有非常多的想法 非常多的很好的地方 可以把不同的音乐元素融合起来 大家还觉得即使是做复古也会有新意 我觉得这个其实算是解了一个祸 因为确实我们也跟很多音乐人有聊过这个问题 就是关于刚才在讲说如何 是不是一定要区分它 还是说要怎么样去找一个更好的路 我觉得看自己的意愿吧 本来听歌就是一个很个人化的事情 所以做歌也是一个个人化的事情 是 没错 喜欢最重要 说到个人化这件事情 前段时间虽然有很多粉丝在说 张真女士最近好像营业 营业量不是很够 但是我觉得 要看怎么样去理解营业这件事情 对吗 是不是比如说 每天我一定要发多少个微博 我每天要发布多少个什么短视频 我每天要怎么样 然后才叫做营业 我可能是因为这段时间脑子在别的事情上面 然后我刚刚上一个采访的时候 我还在说我可能一个多月没有自拍了 然后也没有去拍别的东西 我就觉得我处于一个很安静的在另一块的状态 我就过一段时间大家会看到 哦 所以可以当作是一个小小的伏笔是不是 哦 好的 好 OK 今天我们看到你拿了三个奖杯上台 是不是你为了一个大型叫拿奖 拿到手了 呃 呃 虽然不是第一次拿三个奖杯 但他们真的挺沉的 呃 我很开心很 很享受这个过程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奖杯都是对自己的肯定 呃 另外 就是每次我拿奖杯的时候 都会有一种督促我自己回去要健身 哦 对 就是 嗯 分量是蛮重的 对 分量比较重 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勤奋的 每天 要怎么保持运动量的这件事情 有一点惰性 所以也就是 嗯 加油 专辑吧 嗯 嗯 我觉得从来我都更在意内容本身 如果能够被大家看到我 正儿八经在做的这一些事情 很很直观的就是这一件事情 就是我呃 最开心的 因为所有的歌不仅仅是专辑 包括OST 我是一个 从歌曲最开始到最后混音完成的每一个环节 我都会尽量的参与 我可能参与的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会投注很多的想法 心血 嗯 时间在里面 所以我特别希望被大家能认真仔细的听到 是 所以在这里其实也特别想要好好的推荐一下亮影的这张专辑 Past Progressive 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因为它是英文专辑 哎呀是不是可能我们这个想进入它的世界 会不会有一点小门槛 就在这里 因为我们是动感101 我们是东方风云榜 非常负责人的告诉所有正在收看直播的各位朋友们 这张专辑非常好进入到它的世界 但那个世界又是张珍女士非常想要的一个世界 为什么叫过去进行时 它是我之前大概五年左右的时间的一段记录 我也说了我最开始并没有打算要做一张英文专辑 是因为尝试去做一些不一样的音乐 在这个尝试的过程当中觉得也许自己可以得到一个结果 所以一段时间之后觉得自己有不同的感觉了 就把它整理成专辑 其实它就是我那五年左右的一段时光 一个学习的时光 所以这一次我们也特别把这个大奖给到了这张专辑 谢谢 这是我们的一个态度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 我很喜欢听亮影表达自己的态度 很有想法的一位 谢谢 谢谢 谢谢亮影 谢谢了 再聊 好的 我其实特别印象深刻 我很喜欢上一次在101唱歌的那个过程 在台里唱歌 那次那个非常厉害的FM线上的一个小like 对对对 希望下次再有这样的 玩得很high 我们好好创意一下 好下次 下半年 谢谢 OK 谢谢亮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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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